另外跟大家上星期,我有大部份同學有講過, 上星期沒來的,我們群組發了一個訊息, 因為現在這個時局影響到我們整個集團, 所以需要做一個十年來沒做過的事, 呼籲大家做一個贊助, 上星期大家很踴躍,已經有認捐了, 上次藍庭同學幫我把紙給大家填了, 今日同學已經有支票捐款表格填了, 如果還未填捐款表格, 現在藍庭同學派發捐款表格給大家, 希望大家填捐款表格,我們可以做個正式登記, 如果收不到大家的捐款,我們當然會出發收據, 捐款有兩種,一個一次過捐款當然發收據沒問題, 當然你們捐款因為事前全體,一百元以上可以免稅, 有個朋友說我不用交稅,我兒子要, 我捐款我用兒子名,OK的沒問題, 所以可以做一個捐款, 另外我們呼籲你可以考慮不要一次過捐款, 可能有少少辛苦些, 一個月每個月去做一個捐款, 每個月五百元好四百元好多少好, 吃少一餐就可以做捐款, 如果按月捐款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捐最少, 不是希望不是最少的,一年,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困境, 大概半年一年左右應該可以過去, 我們希望得到大家支持一年左右, 應該是一年或幾個月多捐款, 原則上我們等你們捐款期完結後, 我們一次過發收據, 但如果你想每個月都有收據, 等你在捐款單註明, 我們每個月發收據都沒問題,好嗎, 所以今天請大家幫幫忙, 藍庭同學現在幫他做一個總計, 如果有興趣訂年糕或訂拳賽, 你申請一申表格, 如果有捐款的, 希望大家申請一申表格, 如果現在帶了支票位現金, 非常非常感恩, 如果還要時間想想的, 都沒問題, 你申了之後, 再次再寄回來給我們,都行, 好,再一次多謝大家, 非常不好意思, 要跟大家做這樣的呼籲,好, 好, 好, 來, 如果是虎月, 希望就是從十月開始, 但就你來關來, 我不想我一月先兩月先開始, 都沒問題, 你註明就可以了, 你註明什麼時候就可以了, 我想問對會好呢, 是一次過是否方便過你做事, 比我們要多個月呢, 對會來講, 當然一次過現在比了最詳細方面, 一次過對我們最方便, 但如果考慮到, 你說有些困難, 那就每個月都沒問題, 答應了就做了, 是是是, 一次過就算了, 好,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可以每個月都一次過呢, 哈哈, 都不介意的, 哈哈, 即是一次過就算了, 好,好,沒問題, 哈哈, 你覺得每個月都一次過, 不是, 我自己個人的做事模式, 沒錯,沒錯, 反正都是不出了, 我落詞, 如果是早點, 你真的有銀行都沒息的嘛, 現在, 是啊, 而且現在銀行那裏, 那些錢是銀行的, 你捐了甚麼會呢, 那些錢就真是你的了, 你做了事事, 那些錢是真是你的, 以前就在職業法師教教, 錢何時才是你的呢, 他說在銀行那裏不是你的, 你買了屋都不是你的, 是一間屋來的, 你的錢用了出去, 捐了出去, 那些錢是你的, 那些是真真正正沒有人拿走的, 那樣子是今時, 所以沒錯, 如果是方便的, 當然一次過是最方便, 但如果是每個月一次都可以, 我自己個位, 無論如何都是感恩各位, 好, 今天我們繼續去講論語, 如果有甚麼捐款表格, 可以給南庭同學, 翁老師今天他去了學, 不知內觀蝕, 所以他現在不在做, 賴Sir也是, 今天是二十二號, 下個星期, 我們應該是今年時最後的一堂, 我剛剛已經發訊息, 我們會繼續上堂, 是上到年二十五, 然後年初二停一堂, 這次初九我們繼續上堂, 所以跟星期二那班不同, 星期二那班又遇上了過年, 所以我們會停兩堂, 不上堂, 下個星期二不上堂, 下個星期二不上堂, 下個星期三十日隨即夜也不上堂, 所以星期二那班會停兩堂, 過年才會停, 所以我們這班其實沒什麼大衝突, 所以一直上堂, 上到年二十五他們都上堂, 然後是年初二我們停一堂, 跟著我們就繼續上堂, 好嗎, 明天下個星期, 想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心理準備, 下個星期我們會是最後一堂, 如果大家方便, 我們上完堂之後一起吃頓飯, 好嗎, 經常吃頓飯, 經常吃頓飯, 還有我亦會請大家有新準備, 如果可以的, 做一個分享, 你們是想了這個語堂, 你們自己有什麼得著, 還有你們是否能夠學到這些, 我們在論語裡面的道理, 可以應用等在你們的生活做, 做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會請同學幫你拍錄下來, 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發佈在Facebook網站, 呼籲更多朋友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學習, 所以不是要你去講什麼特別好說話, 講你真真正正心理說話就行了, 就一個分享, 我想你的分享是最真的, 我自己講的東西不及你們講的, 來得好, 所以你自己有個時機想想, 下個星期我會請大家, 如果可以就來做一個分享,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都無問題, 我們會拍錄下來, 然後剪輯出去, 我們作為一個碎末分享, 好, 跟住我們繼續講論語, 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 下個星期我都會跟大家再談談, 我相信應該在過年前, 我們應該可以講完論語, 然後跟住我們學什麼呢, 我又有幾個想法, 一個就是我們專攻莊子, 學完它先,莊子內篇, 現在一個月一次好像有少少吊銀, 另一個做法就是繼續都是, 我們可以講論語,講瑜伽經典, 我打算再講大學, 因為中庸有李直開老師他講過, 易經我就有很多大師在, 我不夠膽去前院, 我們以後跟老師的初級班, 我就會講講論語經典, 跟你們不夠膽, 所以我們可以講莊子, 可以講大學, 現在有人講左宗融, 他是網眼萬字, 他不講大學, 如果不是我們都可以重溫論語, 做法不是從現在這樣, 一句一句一句去講, 而是你們問我們, 你們可以點播, 你們想要有哪句, 你覺得我沒上過課又不明白, 我們可以用幾課時間, 可以做點播的時間, 有幾個方法, 大家想想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上課先做個決證, 講完這二十章之後, 因為我知道有些同行是半途插入來, 可能我說我前面都沒讀過, 我都曾經想過是否從頭再講一次, 糟糕, 一講一次大概最少六七年, 因為現在這個班今年是第八年, 現在才慢慢勉勉強, 講到二十章, 當然再講一次應該不用那麼久, 大概四年五年左右, 但都要的, 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有幾個方案, 從頭再講一次, 講大學, 我們講莊子, 或者講秋背, 或者有些甚麼, 你們有些興趣, 我們或者講其他的, 例如我們講一些歷史, 我們抽講一些史記, 講講左轉, 都很精彩, 所以有很多方法大家想想, 下星期我們大家表決一下, 好, 好,我們繼續現在講我們現在的論語, 是紫章第十九, 好,紫章第十九就是我們的, 講到第十三句是嗎? 還沒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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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講,好, 講第十三句,好, 不好意思,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十二句就是講了紫柔, 他批評紫夏, 他指下教他的學生, 簡簡單的東西, 本的就沒講, 紫柔就說, 不是這樣的, 誰, 譬如, 取之草木,驅以滅以, 好像你中主, 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其實這也是孔子的恩財之教, 的概念, 亦都是孔子的, 中人以上可以以上下, 中人以下不可以以上下, 然後紫夏, 他亦都有講過, 他說, 是而憂則學, 學而憂則是, 這兩個憂字, 有兩個在不同的, 是而憂則學, 好出名的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雖然不是孔子的說話, 但是學而憂則是, 這兩個說話亦都影響了中國人, 二千多年, 大家都奉以為跪高, 但這就是我們應該做, 事, 這個事可以勉強解釋就是去做官, 事大夫就是當時來講, 在春秋時期, 要是你種田, 要是你幫那些諸侯大夫做事, 幫大夫做事那些官, 現在叫官就是事, 事當然來講, 這個在工作來講是一個事, 但在論語, 在孔子來講, 對這個事的定義, 不單止工作那麼簡單, 它有它自己的定義, 不過這個我們暫時不要理它自己, 事而憂則學, 這個事而憂, 這個憂是甚麼, 是否做得好, 你可以勉強解釋這個憂, 就是行有餘力的意思, 在這裡有一個行有餘力, 學而憂, 這個憂就是充足優秀,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紫夏的概念是你去學, 學完之後你的出路就是去做官, 去做官, 而你做官呢, 你做官也來, 你如果是要做正做官, 你不可以說只是做官就是做事, 做官也來, 你都要不斷這樣去學習, 你做學習, 你做學習, 這個就是說其實當時以後以前的古人, 他們做官都會封奉這個原則, 很多時候一上朝, 早上一早天蒙光就上朝, 上朝大概中午之後回家, 第一件事是甚麼呢, 甚麼都不做, 去書房讀書, 這是以往的讀書人一個很通常的一個慣例, 他就說你做一個官, 你做得好, 你有餘力, 你就要繼續學, 而如果你跟進到之後學完之後, 學得好, 你做甚麼呢, 你就要去做官, 其實這個概念好不好呢, 當然好, 不可以說不好, 不可以說不好, 但這個是不是完全就是孔子的思想呢, 我們覺得這個是可以值得相確的, 在孔子來說你學, 學得好的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官呢, 這件事, 如果你看論語來說, 這句說話是指下的認知, 而在他的環境那時, 當時指下孔子死了之後, 他去了河西, 即是說現在是盡國山西去教學生, 他教的基本上全部都是當時的士大夫官, 而他當時也是教士大夫, 你就要去繼續學, 但如果你不是做士大夫, 你學一下, 你學完之後就可以去做官吶, 但這個概念是否真正是孔子的思想呢, 我們覺得是有問題的, 首先來講孔子的學, 當然他說有機會的你去遺證是好的, 但孔子的概念, 是用之則行, 寫之則藏, 如果你沒有一個環境, 你不是一定要去做官, 而孔子最優秀的學生, 他一直是一個平民, 他沒有去做官, 他一直是一個平民, 他沒有去做官, 所以要開始對藏, 對藏不思之未能信, 孔子叫他的學生, 阿七雕開, 他說你學得差不多, 你去做官, 所以他叫他去做事, 對藏不思之未能信, 阿七雕開說, 老師老師, 我自己信心都未夠過, 我自己未夠過不行, 我不做得官子的, 紫月孔子很高興, 因為孔子來講, 他看得到的, 他可能是否試阿七雕開, 但孔子他自己講過太白是白, 第十二句, 三年學, 不至於谷, 不宜得也, 他說跟我學的, 學了三年之後, 不至於谷不是馬上, 谷就是找孔禄去做官, 他說通常我的弟子, 個個學完三年之後, 學藝都未知, 未可能未夠順, 但馬上要去做官, 三年都不想做官, 都不急著做官, 不宜得也, 很難得這樣的人, 譬如阿七雕開, 其中一個人, 很多人都說你可以去做官, 但阿七雕開說, 未夠未夠, 不得也, 你不要找我做, 譬如我們又看看, 翁也第六, 第七句, 貴氏使敏子軒违避了, 貴氏當時最顯黑的大夫, 他們找阿孔子軒, 阿孔子軒, 我們知道阿孔子軒, 不是一個泛泛之交的人, 在仙頓第十一第二句, 在那裏得幸嚴冤敏子軒, 染白牛重工, 敏子軒是得幸第一的一個弟子, 貴氏叫敏子軒去做官, 避這個地方的宰, 特首,避的首長, 敏子軒若, 善為我辭言, 敏子軒對那個使者說, 為是是, 以後有個使者去找敏子軒, 敏子軒叫他做秘特首, 敏子軒對那個使者說, 善為我辭言, 麻煩你幫我辭退他, 我不想, 如有佛我者, 則不必在敏上義, 如果你再來找我, 一定要做官, 我就馬上移民, 移民上齊國那裏, 敏水上之北就是齊國, 我走了, 我就不在老國住了, 你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得到, 我們知道首先來講, 當時孔子的學生很多, 他是學完沒多久三年, 他就想去根據他學到的陸藝去做官, 當時來講孔子教的陸藝, 在一個技術來講, 是一個非常實用的, 而是當時你要做官的識的知識, 也普通人不識, 你識了之後你可以去做官, 因為他是做官需要這些知識, 學學書數, 但孔子說三年學不治於谷, 博拔而得也很難得, 學完三年也不急, 聽他是做主官的, 但他也有些弟子, 敏子軒、顏冤, 他一世人也不是在乎做官的, 所以從這裏來講, 學而憂則是, 這句說話是不是一個金科玉律呢, 這句我們從這個宏觀來看, 我們只可以說這個是, 不可以說他錯, 但只可以說這是指下他的刑旨, 真真正正學而憂, 如果在論語來講, 學而憂則做君子, 如果從論語孔子的思想來講, 我覺得學而憂則做君子, 你做君子用此則行寫之則行, 做君子如果有機會, 你做官沒問題, 沒機會不做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讀論語時, 有時要全盤看考慮一下, 所以事而憂則學這句反而沒所謂, 沒什麼問題, 但學憂則事而, 我自己確定是要相確的, 但無論如何這句說話 在論語讀出來, 所以二千年來都是影響了中國的讀書人, 所以大家有個概念, 學成百般藝, 課與帝皇家, 以後的大家, 學成百般藝, 賣給誰, 賣給誰, 皇帝, 賣給大官和他們做事, 這亦在中國社會裏面, 但無論如何, 對這事亦是一個非常尊敬的行業, 所以我們有中國以前, 我們無階級, 但我們有四種行業, 有事農工商, 事為首, 這是一個非常尊敬的, 但在孔子來說,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官呢? 只可以這樣說, 未必, 孔子他真是整本論語最重心的教化, 你生命的提升, 你生命質素的提升, 生命質素的提升, 就是你從一個事人要提升上去做一個君子, 事是一個, 所以我們周時都說, 你是從一個普通人, 普通一個人,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事人, 事完之後, 但事不是一個, 在事那裡你就可以有很多的, 你學修文修武, 你可以成文武兼修, 你可以做英雄豪傑, 但你再上去一層的, 孔子他要求你再上做君子, 做賢人, 做聖人, 所以孔子來說, 你普通一個普通人, 學完之後, 沒錯, 你經過一個事的階段, 但學而優則做君子, 做賢人, 做聖人, 這個我相信才是孔子他的意思, 事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事, 這個學而優則事, 你可以去到這個境界, 但如果停在這個境界, 就有些太客賣了, 在孔子來說, 史上來說太客賣了, 這句這樣說話, 亦都回應上面那句, 是紫柔說, 紫柔說, 此下門人小子, 灑掃應對則可以則沒也, 本之則無, 沒也這個, 紫柔說, 沒呢, 你只是去做事, 這個是, 這個是, 如果從紫柔來說, 這個才是本, 這個只是沒, 紫柔說, 這樣要上去的, 紫柔上面那句, 兩句一齊來對應的時候, 紫柔說, 一沒也, 本之則無, 你現在教他那些人, 也三數應對, 可能教他那些, 禮外事輸數都不緊要, 但他現在正是教你去做, 如果你正是教你做官, 他這句說, 學而優則事, 沒也, 將上面一句, 搬發下來, 這個是紫柔對紫下批評, 第十二句, 本之則無, 你都不是教他做聖人, 做聖人, 做聖人, 做君子, 但紫下說, 言由過意, 師兄, 你說些事, 不是說你不對, 但過分, 君子知道, 做屬先傳言, 屬後傳言, 誰才可以, 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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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去, 一起傳傳傳到這裏, 誰去到這裏已經停了, 肥豬草木驅易碧耳, 你去種草, 種大樹, 你種脈, 跟你去種稻, 就有不同地方, 不同方法種, 因人私教, 所以我只不過就是, 唉, 我現在言可無也, 君子知道, 言可無也, 你怎可以說我不教君子, 只不過我, 當時我能夠接觸到的學生, 他的材料就是這麼多, 唯有這樣, 有識者其有聖人符, 真正能夠去聖人符, 一直到你做聖人, 誰可以做得到, 聖人才做得到, 我老師做得到, 我做不到, 所以如果你將兩句一起合起來, 就會清晰很多, 一句句就無甚麼, 就會比較無那麼清晰, 相同的, 其實無甚麼所謂, 應該一開始就無這個單劇, 單劇這個字, 都是一個後來才出現的字, 所以其實就是十二、十三句, 我們可以這樣講, 是有關聯的, 不是說, 也要在整個論語的思想來看, 就更加會清晰一點, 跟著第十四句, 紫柔若, 喪至乎哀而止, 他說, 做喪禮, 喪禮其實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最重要的是你能夠真真正正正, 有真正發展內心的悲哀, 這就夠了, 紫柔也說喪禮, 這亦都是在所謂儒家思想的後來發展下去, 非常注重喪禮, 如果看禮記, 禮記裡面大概有四成是講喪禮, 三成四成, 篇幅極度大, 亦都是以後被人批評, 說你儒家太注重農莊的喪禮, 我相信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要做喪禮做得很隆重, 於是花費了很多精力, 但是當時孔子已經有講過, 其實這句喪至乎哀子, 紫柔就說喪禮最重要的是你真正發展內心悲哀, 夠了, 真正意義就在這, 我們看八日第三第四句, 林芳問禮之本, 林芳是孔子的一個學生或者朋友, 不知道他的身份是甚麼, 紫若大再問, 啊,問得好, 禮的本是甚麼, 禮與其奢也寧劍, 喪與其奕也寧斥, 禮,行禮, 以為好奢華, 將場面鋪排得非常大的, 不如我寧願你不需要鋪排得好奢恥, 好劍撲更好, 言下之意, 你外表表象, 你奢恥好劍撲好, 和禮的本質無關係, 喪與其奕也寧, 這個意思是甚麼都做足的意思, 甚麼都做足, 又是一樣, 好, 場面非常好, 你該做的陷害有了, 擔買水, 燒金人意志, 燒甚麼, 那些葬禮, 這些都不重要, 要形斥我情願你, 真真正正有一個斥斥然, 一個哀斥之心, 所以來講, 後來, 所以這個只不過是講, 有所謂, 在喪禮, 農葬, 以後發展到的人說要農葬, 這亦是麥家批評, 不同, 儒家其中一個重要, 儒家後來發展到要農葬, 所以你看現在那些道墓, 那些大官的道墓, 那些大官的道墓, 裡面全部都有, 首先地坊很大很大, 然後有很多陪葬品, 再離譜些很多陪葬的人, 以前那些妃笨, 那些時尚, 全部殺了他們來陪葬, 以來盡喪禮,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這個, 大家都說這個是儒家, 我們是要這樣做的, 但如果你看回原始的資料, 孔子沒有說到, 孔子沒有說到要農葬, 但因為這樣, 所以後來發展到麥家, 就要薄葬, 不要去做這些事, 所以我相信就算在孔子時期, 都已經有農葬的概念做法, 我們在哪裏見過農葬的做法, 我們看得到, 就是我們在先進第十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故事, 已經看過, 第七句, 顏冤死,顏露程子之居以為之闊, 顏冤死了,顏露他爸爸, 他竟然跟孔子說, 孔子我們家很窮, 現在顏冤死了, 他有官而無葬, 官就是以前的官之後, 外面還加一個容器, 叫官葬, 我有官就無葬, 不如你可不可以賣了你的車, 給我借錢來, 我等我借個葬, 即是說他很盡量, 仗禮要說得隆重些, 孔子說不行不行, 財不財亦言其子也, 不是的, 你的兒子, 你又你的兒子, 我又我的兒子, 可能你的兒子很好, 我的兒子沒你的兒子那麼厲害, 但都是自己的兒子, 你也死, 我的兒子死了, 你也都是有官而無葬, 都是無葬, 盟不圖行以為之葬, 所以我總之推議, 不行不行, 不給, 所以孔子來說, 孔子他自己的兒子死了, 他都無去農葬, 有官而無確, 但看下去, 第十句, 顏冤死, 門人口葬之, 顏冤死後他自己很窮, 但他的學生, 覺得我們老師顏冤, 孔子的大弟子, 我們非常尊敬, 要陪他口葬他, 只若不可, 孔子說, 不可以口葬, 不行, 門人口葬之, 孔子說雖然不行, 那些人照樣去做, 因為風俗來講, 這樣風光大壯才有面子, 孔子非常不高興, 他說, 喂呀, 是如如有父也, 哎呀, 阿仁回呀, 他生前時, 當好似父親那樣, 但我現在如如不得, 是由子也, 我不可以當他我兒子處理他的喪禮, 為何口葬, 是由子也, 我兒子死的時候有觀而無闊, 但現在那些學生, 當他風光大壯, 非我也, 他們這樣風光大壯, 不是我的意思, 二三子也, 二三子就是學生的意思, 所以從這幾個事件來看得到, 後來演變到, 大家非常之最重這個喪禮, 非常之對, 因為一個當時在漢朝以後, 一個人死了之後, 他整家人傾家蕩產, 就是要做一個隆重喪禮, 這個給家事, 但我們要知道, 這些風俗和孔子思想無關係, 但孔子無說到一定要你去農莊後莊, 孔子無說到, 孔子說自己是兒子, 我都不需要去後莊, 孔子也說過, 我們真真正正要去做喪禮當時, 我們一定要視乎你自己的能力, 這方面是農莊的問題, 另一方面, 有時跟著第二個發展出來的, 喪至乎哀兒子, 後來會發展到, 對那些有一個喪禮時的子孫, 要求你不單止哭得不夠, 當時就會被人去告, 有罪, 你可以說有誰觀他, 老爸死了, 發覺他喪禮時哭得不夠多, 告免皇帝即是皇帝會拔他, 跟著那些人演得明不不不眼淚, 都直接出來, 哭到丟了心口, 跟著又不吃東西, 跟著自己餓到不節食, 不吃東西, 將自己去糟蹋自己, 這也是後來演變出來的一個現象, 是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孔子來說, 他說喪禮應該做到何, 他說毀不滅勝, 孔子教的, 你是會, 毀, 你是會將自己的形象, 跟以前不同, 你真的會哭出來, 平時你都不會非常收斂, 但你不可以去滅你的真性情, 過分的東西都是不對, 所以以往來講, 因為要哭, 其實漢朝時有人請人幫他哭, 真的有這些, 這些風俗現在去台灣還有, 去台灣還有, 台灣有請人幫孔子哭, 演變, 有些人在台灣用風俗, 你死的時候, 有另一個風俗請他去表演, 去唱歌跳舞, 他生前喜歡唱歌跳舞, 找人來唱歌跳舞, 跳艷舞, 台灣有的, 我以前在台灣住過見過的, 這些全部都是變了質的, 所以孝經有個註解, 孝經他說不食三日, 有些人哭指你不好吃東西, 當時你當官, 你爸爸死了, 你發覺你繼續去吃東西, 這是一個罪來的, 讓皇帝知道, 你會去, 不食三日, 哀毀過程, 滅勝而死, 有些人哪個死了, 我又跟著一起死, 滅勝而死, 皆虧巧道, 所以孝經的註解有講過, 孝經不是說你一定因為要哭手頓哭, 頓頓足去, 吞腳, 大聲哭, 最好哭到有血出來, 其實你三日都不食, 吃東西, 我親你自己, 哀毀過程過世, 滅勝而死, 有些人自己因為這樣, 先人死了, 我又去, 跟著死了, 你這樣做法, 通通是皆虧巧道, 不是真真正正的巧道, 你不食三日, 父母為其責之憂, 你自己弄傷你自己身體, 從孔子來講, 對先人不住, 他不想你這樣, 他不會希望你這樣, 哀毀過程, 所以在盡哀而止就可以了, 所有事, 人死了, 你會否哀傷, 當然會, 但都不可以離開過中庸之道, 法而皆眾哲為之禍, 喜怒哀樂之微法為之忠, 這是中庸講的, 人有沒有喜怒哀樂一定有, 在裡面是有的, 法而皆眾哲為之禍, 禍為貴, 所以你哀哀哀師也是要有的, 我們跳下去, 就看一看在第十七句, 跳到第十七句, 尤其十七句跟這個有關係, 曾子曰, 吾民諸夫子, 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親喪苦, 吾民諸夫子, 通常人都很難去做, 吾民諸夫子, 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親喪苦, 吾民諸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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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然就會流露一個悲哀的心情, 但除了之外之外, 其餘的時間, 你要去做合乎禮行為, 大部份人不可自動自拍, 自治者也, 自己去做得到, 所以要約之以禮, 約之以禮, 我們用這個禮去平時集禮, 讓我們能做的事能符合禮, 禮亦符合道德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是勉強的, 是無意思的, 所以要能夠自治, 自治這個字, 自治也有一個很高的境界, 就是我自治然去到應該有那個境界, 從言論語而言, 就是道德的境界, 我能夠自治然去到道德的境界, 道德的境界不是一定要道馬岸然, 在不同情況有不同的境界, 一定會去到道德的境界, 就是你有人有喪事, 你自治然而去悲哀, 除此必是親喪服, 親喪服要你親人死了, 你就真的會有悲哀, 這一定會是通常的人, 這就是法治內心會有這個反應, 而我們看到孔子也在先進第十一, 第九句, 第八句, 第八句, 顏冤死, 紫若, 伊, 天喪如, 顏冤, 孔子也非常悲痛, 顏冤死了, 你等如老天爺, 你等如殺我一樣, 為何呢, 我本來靠顏冤做我的傳人, 將我道能傳下去, 你現在殺了他, 你現在死了, 等於殺了我, 有少少語無倫次, 但這就是他真正的病頭腦, 跟住第九句, 顏冤死, 自哭之動, 先進第九句, 顏冤死, 孔子哭得很淒涼, 宗智若, 只動意, 那些學生就說, 老師, 老師, 你哭得很慘, 很悲哀, 智若, 又很動腐, 是嗎, 有這事嗎, 我真是很悲哀嗎, 他自己都不發覺, 他自己都自自者也, 他自自然流露出來, 很悲哀, 但他自己都不發覺, 自己很悲哀, 跟住他說, 回回來, 我悲哀都對, 非乎人之惠, 動意遂惠, 我不為了顏冤而悲哀, 我准跟悲哀悲哀, 他看到他, 因為孔子他都說, 孔子他都說, 他大約他自己的兒子, 自己死了都無那麼悲哀, 在這個論語, 或者不但論語好, 所有你左轉好, 孔子家喻好, 都無講過孔子的兒子死了, 他很悲哀, 只有顏冤死, 他真是發自我, 為何? 他說, 喂呀, 事遇又負也, 我和顏匯的關係, 好似父子, 所以顏冤死了, 對他來說, 得以他的親人死了一樣, 他自自然而發自內心, 有一個悲哀的心情, 這個很自然, 很真心情, 自自, 自己能做得到道德的境界, 合乎禮的境界, 這個自自這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高深, 如果看佛家來說, 我們讀心經, 觀自在菩薩, 佛家說自在, 這個自在我看, 觀自在菩薩一徒構觀, 而得到自在, 我覺得這個自在和這個自治, 是有相似的概念, 自在因為我自己而在, 現在我們所有人都是因他而在, 我們所有人, 我們的生存都是因為其他人, 我要去打工, 我要去養妻活兒, 我要去成功, 我要賺錢, 我要尋求快樂, 全部都是因外景而在, 但是因為你是因他而在, 所以你的煩惱就來了, 觀自在菩薩, 透過觀看清楚, 這個事實的真相, 能夠做到自在, 我就是, 不是因他而在, 我自己就是在了, 迪卡特斯他說, 我思故我在, 我因為有思想, 所以我就存在, 為何我會存在呢, 西方人最高境界就是我思, 我有思想就我存在了, 而我自己本來具足, 這個自在, 他能夠做到話, 我自己本來具足, 我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但這要能夠脫離這個, 其他法, 包括色色香美族, 包括五韻, 包括四聖帝, 包括十二柱, 很多這些外景的因緣和合的東西, 你能夠跳出現之後, 你才能夠去觀自在菩薩, 你能夠自在, 跟著佛家來說, 觀自在菩薩, 恆心般若波羅文多時, 照見五韻家庸道一齊負額, 所有負額沒有了, 因為你能夠跳出所有其他疾高, 這個自在和這個自治這兩個字, 我覺得是有非常高的一個境界, 論語而言, 孔子而言, 就不跟你說怎樣去裂盤, 阿納多羅生命相互, 不說那麼多, 總之你能夠將你的生命, 能夠提升到去, 剛才做過君子二人聖人, 君子二人聖人是怎樣做回來的呢, 君子二人聖人不是說, 你去逼人可以去幫你求回來的, 但君子二人聖人是怎樣做回來的呢, 就是在術二第七, 第二十九句, 很出名的這句我們講很多次了, 術二第七二十九句, 因,遠乎哉,我欲人,私人,自以, 術二第七二十九句, 因,遠乎哉,我欲人,私人,自以, 你做這個人人很難嗎?很遠嗎? 方說不難,你的一念之內, 你說我要去做人,我就做人了, 我要做君子, 無人擋到你,不可以讓你做君子, 他殺了你,可以虐待你, 可以對你不好, 但他不可以阻止你做君子, 你要做一個人人, 這純粹是全乎一念, 本來俱足, 每個人都可以做人人, 每個人都可以做君子, 是一念之差, 所以這個自治這句話, 其實好心, 但他說在平常日子, 每個人都不能自治, 都不能自己去真真正正掌握自己行為, 是符合道德, 除了真是親喪符, 有一些很大的殺擊, 親人死了, 你就自然會有悲哀的心境, 但悲哀的心境, 你都能夠合乎中庸之道, 就是剛才那句, 喪至乎哀而止, 就是親喪符親人死了, 你是悲哀就好, 好,不要再過分, 你再過分, 你自己又不吃東西, 於是自己去吃, 挨毀過程太過度, 自己死去, 那些全部都不是厚道, 都不是厚道, 這也是我們從來孔子所說的, 所有東西都是合乎中庸之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之中, 每個人都喜怒哀樂在裡面, 發現在是中哲為之和, 中哲就是符合中庸之道的節奏, 然後這個叫和,和為貴, 這個就是我們去到這個和的境界, 所以從這裏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將它發揮出來, 但是阿曾子都很好, 孔子自稱不是說, 吳民諸夫子,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我只是聽我老師講出來, 那個老師講出來的意思是甚麼呢, 阿曾子沒有去大概再傳釋下去, 大家嘗試將它傳釋下, 其實孔子說教學叫你, 你要去學,透過學能夠做到自治, 不是平時要有喪, 有人有喪禮才能夠符合到, 符合你的人性, 你要去真正學到, 只不過現在平常要這樣, 你現在學就學到有自治, 自治於甚麼, 最簡單來說是自治於人, 人遠乎在我欲人時人之義, 我自己可以去做人, 我做君子我自治於君子, 可以的, 但是你便要學, 學完之後你要習, 這個就是從這裏來講, 我們發揮整個論語的精神就在這裏, 如果只看表面就會比較簡單些, 首先這兩句, 第十五、十六句, 這句頗有爭議, 其實這表面來說, 紫柔若, 吾有張也, 為難能也, 然而未人, 第十六句, 曾子若, 常常扶張也, 難以並為人矣, 我覺得兩句是一起來的, 其實兩句是結在一起的, 都是講張就是紫張, 就是講紫張先生, 這個張就是紫張, 而紫柔和曾子兩個都頗有意見, 紫柔說吾有張也, 紫張也是個朋友, 他們大概都是後進弟子, 我們講過這些都是後進弟子, 紫柔、紫柴、曾子、子貢這些都是後進弟子, 先進弟子就是顏冤、紫勞、敏子軒、 重工、染白牛這些就是先進弟子, 但這個張也, 這個我好朋友, 為難能也, 他的才能很難得, 難能也, 他的才能非常難得, 非常難得, 你說他的才能, 他聰明伶俐, 他的技藝很難得非常, 他非常有氣魄, 然而未人, 但我覺得, 如果去到人的境界, 他好像未到, 對他有個史可有微言, 曾子亦都講同樣的, 他說堂堂富張也, 我同學堂堂旺旺, 非常漂亮, 他做所有事都是非常有氣派, 堂堂旺, 好有氣派做事, 難與並為人耳, 但很難跟他一起講, 去到人的境界, 難與並為人耳, 很難跟他一起去做到人的境界, 這句這樣的解釋, 亦都是通常最普通的解釋, 亦都就是說, 我覺得來說, 坦白說, 如果我們看論語裡面, 紫張先生的言行, 我們大家都有講過, 他比較喜歡人去, 或者說一些比較大的題目, 會否有少少浮誇的行為, 這是有的, 所以現在紫柔和曾子都覺得, 這位先生能力很多, 堂堂旺旺, 做事非常有氣派非常漂亮, 但人的境界, 可能都未夠, 這句這樣的解釋, 當然對紫張先生有少少不敬, 但我覺得這也是論語的可愛之處, 論語真, 是這樣就這樣, 是有講過, 這樣就講過, 你知道論語來講, 就算孔子有狗做錯事, 他都照樣記錄下來, 狗有過言不知知, 他有衰, 他去到紫柔那裡, 他說殺雞丐牛刀, 之後說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你教我的, 是呀是呀, 我剛才之前, 紫柔說對, 我剛才也是, 講輕笑而已, 即是真, 裏面是非常真, 所以其實你看到, 紫張在這裏已經很多句, 發覺他們的學師兄弟, 互相有不認同, 互相有不認同, 第三句又講過不認同, 第十二句又講過也不認同, 即是大家是有不同意見, 所以從這裏來講, 亦都講, 我們可以看得到, 紫柔曾子都明白, 真真正我們要追求的, 這個人字, 不是說能力, 能力, 才能, 不是唐唐富, 不是唐唐旺旺, 很大的一個氣派, 而是真要追求一個人字, 但這個人字, 就是很難去做的, 他們的喀嘆就是, 唉我要做困冤子張, 他去這個人字, 他就似乎還有決決, 還未到, 這個我都相信, 我願意跟從這個解釋, 但當然亦有些學者覺得這樣太過不尊重紙張, 不應該這樣,他們應該非常全口道不會說這樣, 怎樣解釋呢? 他將他解釋為真是吾有張藥, 吾有爛能力,吾有爛能豪, 非上這筆氣,我跟不上他的能力, 然而未人,我不能夠好似他那樣人, 我真是不及得他,才能也不及他, 他比我厲害,有這樣的解釋, 第二句他說堂堂父張藥, 他說紫張他做事非常堂堂忙忙, 難與病人仁義更難可以去到他人的境界, 那些人說以傳口道, 我們這些自由之客不會這樣批評紫張, 其實他們說紫張非常人,我及不上他, 有此一說,你們自己去分析, 我自己偏向前者簡單一點,實實在在, 是批評,但發覺紫張第十九到周時, 他都是同學吵架,有何大不了, 反而我覺得是比較真, 但的確有些學者說不會的, 不會的,整本論語非常厚道, 不會做這樣,對紫張這麼不批評, 以備一格,大家自己去選擇, 絕大部份學者都是說他們批評紫張, 說他學問很好,才能很好,但不夠人, 亦有人畫到曾經有一句大載禮記, 曾經有一句說紫張不避窄醒, 他對人的白髮性很好, 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孤正之一, 不能作為一個很有力的一個反正, 所以從這裏來說, 我們得到的一個學習概念就是, 只有好曾子好都知道我們跟孔子學, 真正要學的, 不是能才能,異議, 不是堂堂父, 不是你作得很堂王很漂亮, 而是真真正正要追求這個人, 才是真正要追求的一回事, 從這裏我們看這兩句,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啟示,